欢迎持续锁定世界翻转中 我是古彩燕 台湾平均每年要遭遇3到4个台风侵袭 但是过去60年来灾害最惨重的 就是巴巴风灾 2009年8月6号深夜 莫拉克台风从花莲登陆 隔天下午2点出海 但是在登陆的短短14个小时 却为台湾带来浩劫 高雄山区从纳马夏甲仙道六龟 爆发山崩土石流 靠海的加东临边大淹水 小林村一夕之间被灭村 多达474人 遭到土石活埋 巴巴风灾在全台湾夺走了 681条人命 死伤惨重 经济损失至少4000亿 而现在政府开始强化植被涵养水源 推动新林业计划 靠着砍树让森林更强壮 冒之大雨我们来到高雄甲仙山区 这里是小林村纪念公园 广场的纪念碑 是由莫拉克风灾带下的限度30块 所堆砌而成的 对于幸存的村民来讲 这代表重生跟重建的力量 但是10年时间过去 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悲伤的记忆里 找寻更多的智慧 学习尊重大自然环境 大地无声眺望小林村遗址 期望在悲伤之外能悟出更多启示 因为暴雨随时可能来袭 随时可能超过森林的成熟度 有一群人已经准备好 要拿最精华的几个十年 试着让更多人了解 有条件的砍树 可以强化森林 林事所六规研究中心研究员 带我们前进国有实验林 穿过野草比人高的林道 进入管制区 海拔超过1600公尺 直到被落石挡住去路 从林事所六规研究中心 开车里达这里大约一个小时 我们来到了凤冈林道 必须下车徒步来走 因为碰到了小型的崩塌事件 帮你我们往前喔 待会是上前 还可以吗 好 幸好没受伤 再往下一步就是崩断边坡 前面还有很远吗 大约还要半小时的路程 好 这山上林道它的状况 其实不太稳定 有时候遇到下雨台风的话 它整个状况我们也都比较无法掌握 而且最近西南风比较强 就算不是台风季 有时候崩塌事件也是会一直发生 爆发之后很多地方转了 有一些评估说你要修 也不是现在可以修 它那个整个气质很不稳定的话 修也是白费工夫 是这样变成零像的宝图跟调查 难度反而增加了喔 对啊 山上的工作 你就是交通如果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相对的你会跑掉很多人 这第一线的真的是最辛苦 最辛苦真的 我们要走路都还要他们帮我们稍微清一下 真的很感谢他们 上面有很多有危险的事情 比如说 我上去被密封测 他连也回不去了 小龚文正投注心力的这件事 知道的人不多 这项实验却肩负着 担心台湾林业管理思维的关键 必须坚定再向前 那边有唐安山 也有柳山 我们之前的造林物业 风雨无阻 我们努力了半个小时 终于抵达到了目的地 这里是我们台湾第一次执行 中程书罚作业的现场 那你看到了树木伐下之后 其实留下了树头 依旧具有学徒保持的功能 那么镜头再往前走 带你来看看 现在的台湾山长什么样子 目前看到的这颗台湾山 树林大约有40年左右 那么书罚作业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让其他不好的 除掉只留下好的 阳光透进来 希望它的树木生长状态 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研究员告诉我 其实才经过两年 不太会有什么样实际成果 看得出来 预计要再过5到10年 才可以知道实验是否成功 人工林的健康管理重新启动 2017年从日本引进 中程书罚技术 在六规实验林 第十二十三林班 砍发90颗台湾山 才积大约65立方米 这是创举 也想解惑解围 解开多数人 对砍树的误解 假设不砍树 不调整人工林密度 森林的林粉 持续老化不健康 树干细小长不大 容易受风害折断 经济价值归零 也减损森林植被 涵养水源的力道 后面跟我们右手边 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我们 同一个试验林 那我们选择这边 进行中程书法的话 我们把我们 首要挑选的这个木头 选定之后保留下来 整个计划里面 它有一个持续性的 这个经济效益 树它现在有多大 就是看它这个胸镜 有多大量 胸镜它决定 你到时候可以用个 木材的多少 30年没有砍树 你也没有中 那现在我如果把这些 都砍掉的话 那你要再等下一个30年 你才有东西可以砍 为了保护天然林资源 政府从民国79年 开始进拔天然木 人工林也限制伐采 导致台湾伐木业 严重萎缩锻炼 很多人讲说 你就算输了也没有 也不会再长了 所以我们特别输了 来看看去 看看它长这个效果 好不好 要提供更高 这种木材自给率的时候 需要这种木材的原料的话 我们希望这个中程书法 这种中小禁忌的 禁材 它可以变成是它的一个主意 台湾木材自给率不到1% 超过99%仰赖进口 每年需求约500万立方米 国产只有3到5万立方米 即便森林覆盖度高达6成 可投入生产的人工林地 只有2.5万公顷 中程书法实验希望 从人工林砍下来的 能卖好价钱 留下来的 能够通质圆满 长得更好 同时得确保 没有破坏学徒保持 通质桩就是在 我们绑红色标记的那一根 其实它往下 还有差不多80公分左右 如果它有充实的话 我们会看到1200度 它上面有刻度 刻度是跟土壤是打平的 然后现在往下看的话 其实它刻度只有 降了大概0.2公分左右而已 已经两年了 最近两年了 已经没有很明显的充实状态 所以说基本上 只要有镀头都还在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充实状态 除非是到 比如说你的零像是 两边汇集的水道 实验讲述数据 我们钻进实验林另一侧 喂 太快了啦 人在那边跟上耶 没有书法的20度陡坡 阳光透不进来 光线昏暗 树木细小 要找监测比对的充实桩 踩到那些树根跟石头会很滑 这个叫做没有路的森林 那这边是人工林 然后基本上 这边已经被一些扩葉树侵入进来了 已经算是一个赤森林了 因为它们有互相干扰 这些树木会互相干扰 而且它的密度也蛮高的 这边大概一甲大概都1000颗左右吧 它的颗度还是跟刚刚的颗度比较的话 它还是完全看不到颗度的 刚才那边已经稍微看到一点点的颗度 然后几乎是两年过后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意的差别 来用的原因是因为这边比较陡 在我们已经 作业上已经没有那么好作业了 六位这边之前的房木工人已经大概都老了 这种工作应该几乎也没有人想到来的 台湾的人工林都在协谱上只能靠人工砍伐 高成本拉高卖价拼不过进口木材 林业生产停顿示威的难题 有人在80年前替台湾留下警方 小拱文正带我们去看理想树 在树下仰望 丙行凝视这棵树林80岁的理想树 直立高耸 树冠仓劲 胸径有124公分 高度约25米 日至时期留下未来母的最佳检镇 现在如果有100克这样的话就算成绩就出来了 纹理特殊色泽多变 台湾山又称七彩雅山 眼前你所见的木制品 就是两年前那批从实验林砍架的台湾山 你刚刚看下去的时候会非常美 而且是很 让你觉得是一个很壮满的美 因为它很多有不同的颜色 把握人工林的陈修齐 在最好的时机伐木 可以创造小而美的价值 森林需要保育 更需要管理 它是国土保安的关键 无形木产业 同时留住未来母 就像各种清脆苍绿 可以映出一幅和谐 CBBS新闻 许国恒又浩亭 高雄六规采访报导